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2年1月25日 星期二 我們這節繼續和大家 說的是中國大陸 這節 要說的是歐洲議會的決議 早前 跟大家揭露了歐洲議會通過了 就是 要 說關於香港的決議 這個 就是說中國大陸 對香港的法治 自由 以及 人權的狀況 指責北京 所以 我們早就已經說了 其實 2019年至今 其實 這個反送中運動 再到了時代革命 還有這個國安法 還有 香港人繼續的反抗 使得全世界 成功 知道中國共產黨 是人權的惡棍 知道 他在新疆 真的進行種族滅絕 他在香港也那麼殘忍 這個原本 是為他生金蛋的地方 國際金融中心 集資的中心 在2019年他一樣 用那麼殘暴的方法對待香港 所以 每一樣東西 互相牽連 香港人 在2019年把這件事 說了給全世界知道 幸好 香港人有國際的視野 而香港這個地方 也有 國際的關注 本來也沒有 全靠 當時 運動裏面 一班人 想到要將這件事 向全世界 發佈這個訊息 當時 G7也有峰會 世界上 每一個國家 都 開始 需要注視香港的情況 到最終 走到今天 本來歐洲 整個歐洲的 陣營打算是倒向 中國大陸的 因為歐洲 你今天就看到了 他們 他們 不當這個 美國是盟友 另一方面他們又懼怕俄羅斯 所以中國大陸 這個亞洲的力量 從來 他們都不會當是敵人 反而 他們 歐洲 很大程度上 除了英國之外 其實絕大部分歐洲國家對美國其實是排拒的 再走到今天 歐洲議會本來打算倒向中國大陸 談了很多年了 中歐投資協定 本來 就要跟整個歐洲的國家 做世界 一帶一路的大型基建 再走到今天 整件事沒有了 歐洲議會出來譴責你中國大陸 這個怎麼會 不是 香港人 在這個時代革命 發揮到的功能 獲得的成果呢 你過去幾十年 香港 除了選舉之外 我們真的看不到 在國際形勢上面有甚麼重大的進步 這個你很難 不將他算成績表之一 是不是你香港 可以輕易地 獲得國際的認同呢 其實如果不是 全香港的人 在整個運動裏面 不為餘力 向外宣傳 勇武的人 在前面對抗警察 如果不是上下一心 怎麼會有今天這件事呢 所以大家真的要認清 小心 我們明白香港的時勢艱難 我們真的明白的 但是 艱難的時候 不是妥協的藉口 也更加不是投敵的藉口 全香港人都艱難 藍絲何常不艱難 可能11個人被炒魷魚 裏面 原本11個都支持香港政府 從來最關心就是上班 這件事也不奇怪 但不應該因為艱難 改變自己 可能你從來都是這樣 不過現在更加變本加厲 這件事 不可以接受的 一句說到尾 細心想想想就知道 中國大陸對於歐洲議會通過關於 香港的決議 他是不是真的癡之以鼻呢 細心想想就知道 想想我這 幾分鐘 詳細跟大家說話就知道了 過去差不多是 十年的努力 希望將歐洲國家倒向中國大陸 離棄美國 十年的功夫 一下子變成了整個歐洲都是你的敵人 你跟我說癡之以鼻 你相不相信呢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 六部曲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還有星期二入報 這個比較重要一點 還有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早前就說了 如果我們 訂閱超過10萬 按照 藍營 一大堆藍絲的說法 你有十幾萬的訂閱 就可以宣布參選特首了 按照這個說法 我們也沒有理由 不考慮宣布參選 所以請大家努力一點 多開幾個Google戶口 我們星期二入報 就可以派人 出來參選 雖然我們覺得林鄭月娥繼續做下去 對香港來說 可能是好事來的 更加大的考驗 不過這次 不是考驗善良的香港人 這次考驗 是 支持政府的 無恥藍絲 我們最低限度就是覺得應該解除防疫 最低限度 我們會獲得被遺風的居民支持 這件事 其實也不只是我們 其他人也可以考慮 將這個變成競選政綱 令到林鄭尷尬 令到北京尷尬 這個也可以考慮一下 反正也是玩的 你也不會拿到提名 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 寫關於香港的事 說香港的事 不容外部勢力干預 文章嚴厲批評歐洲議會上星期四 所通過 這個 涉港決議 對香港法治自由 和人權狀況就叫做橫加紫澤 對香港 抹黑造謠 指手 劃腳 說他 暴露了歐洲狂妄自大 偏俠無知 我們又很想問 到底有哪一部分 是抹黑呢 有那麼多案件 裏面全部都跟政治有關 你是否想告訴我們 2019年整件事跟政治無關呢 這個邏輯是有問題的 你一方面 就說外國干涉你的時候就是政治干涉 搞人權問題 到你去控告那些 被捕人士 年輕人 要坐牢的時候 你就說那些不是政治案件 一方面 又說背後就是英美的勢力在背後 策動一場顏色革命 原來顏色革命不是政治問題來的 如果真的是顏色革命 背後有人策劃 那麼他的案件 怎麼會不是政治案件呢 是不是 那麼 怎麼會 這個不是政治問題呢 所以 歐洲出來 對於香港的情況 說話 有什麼問題呢 有哪個部分 是抹黑 有哪個部分是造謠呢 我真的很想問 說指手畫腳更加過份了 歐洲議會通過議案 什麼時候輪到你 中國大陸的人民日報在指手畫腳呢 別人要通過 那個議案 你有本事你就走進歐洲議會投反對票 是不是 但是你又不是歐洲議會的一員 歐洲議會討論事項 裡面通過決議 有哪一部分 是你可以在指手畫腳的呢 整個說法 給自己就對了 你就狂妄自大了 你就偏嚇無知 港澳辦出來說話更好笑 港澳辦如果不是出來說話 彷彿也沒有人知道 港澳辦存在 你講到明白了 港澳辦管理的是香港和澳門的聯絡事務 歐洲的議會通過的議案 什麼時候輪到你說三道四呢 這班人好笑 現在 他們做的事 就叫做中國的警告 用俄語說出來 這個就叫做 毫無 實質作用 的 無謂威嚇 這個 中國大陸 港澳辦 人民日報 甚至乎 連香港那些垃圾廢官都學了同一套說話 他們認為 大話只要說100次就會成真 不好意思 你說900次警告 這個警告也是 跟廢紙一樣 你真的 將自己 那個行動 用行動證明你說的話 跟垃圾沒有分別 反而 歐洲議會 刺中他們的弱小心靈 港澳辦出來露斥 歐洲議會 那個議案 說如同廢紙 港府 痴之以鼻 這個說法 就是 吉正他的痛處 所以他就發出悲鳴 這個 才是真真正正的中國大陸 以及香港的情況 你香港作為國際城市 你一個這樣 周圍被制裁的特首 到底你要怎樣繼續做 你那個 國際 杜匯 的行政長官 的領頭人 你怎麼代表這個地方 所以其實真的相當之好笑 我們真的看不到 就是蔡子強所說的 那個 30年來 你贏了的東西就輸了出去 輸當然有輸了 輸了人命 人命是無價的 是不是 人命 的傷亡你不去說 你講了一個民主步伐 輸了出去 人命才是香港最 寶貴價值的東西 我們跟藍絲 中共最不相同的地方 就是因為我們有價值觀 他們沒有 除了經濟利益之外 所以到最後 現在 香港政府 侵蝕他們那個 經濟利益的時候 他們現在就發出慘叫聲 實際上 他們對事人命就如草戒 中國大陸 現在在每一方面你都看到 就是過去 中國大陸過去十幾年的成績 一鋪 就被人輸了 但是 他們 都不敢 一句都不敢說 因為 你這個面對的 就是一個 獨裁的領袖 只能夠去怪外面 怪其他人 我真的看不到 為甚麼 不讓這個奪命雙殺 一個叫林鄭月娥 一個叫做 小學生習近平 真的看不到有甚麼理由 不讓他們做下去 他們做下去 只會使得 一群經過大內宣訓練出來 只是追逐利益的人 就是到最後 所有的利益 就是被他們騙殺 消失桌盡為止 所以這個 真真正正正 他們現在正在實行攬炒 過去 過去不是大家做不到 過去大家做的時候 付出很大的代價 甚至乎人命傷亡 但是現在他們 就是自己進入自動波了 自己 繼續 進行攬炒的劇情 香港人現在 就是應該 考慮在這個時間 怎樣保存力量 怎樣 在有需要的時候 再給他們一個致命的一擊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裡